一人肖敬腾今天上了社会新闻了 因为传出来呢 他的保姆车 他的座车呢 被两个骑摩托车的男子给泼粪泼尿 是还好因为肖敬腾坐在后座没有被泼到 但是呢苦了他的驾驶 被泼了一身 还在地上被拖行 今天肖敬腾马上出来面对媒体十分不爽 后来一名 一名嫌犯就往司机的 这个驾驶座方向 敲车窗 然后一开始他还没有做任何动作 他只问说 请问这是肖敬腾的保姆车吗 我就是说我想请他签名 我想请他签名 就是意思还是要见到我 还是要找我 还是要我下车 所以我相当肯定他们是针对我 那么这时候 因为我们那时候要马上要工作要出门 然后我的工作同仁阿龙 他就很客气地跟对方说我们要有工作 要先离开 然后他二话不说他就把他手上 已经放了 我看应该是准备非常久了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 其实据邻居跟很多很好的邻居朋友们说 他们在这边已经埋伏他们知道的两天 但是实际多长时间我不知道 所以然后描述是说这个东西一直在他们手上 所以他们是准备很久 准备很久 然后就往这个阿龙的身上 头上摘下去 然后喷到这个车内 跟同事的身体啊 什么什么 我觉得很糟糕 很过分 那么我在这边 我觉得 甚至我可以合理的怀疑 是什么人做的 但是我在这边澄清 我没有跟任何人结下任何的恩怨 我的工作没有任何的问题 经济没有任何的问题 完全没有问题 这个是绝对的 我可以请任何人来调查 或者是我的人格来保证这一切 那么在这一段时间 在这一段时间 我的同仁接受到 长达两个月到三个月 甚至半年的恐吓电话 那为什么我们一直不说 也不是不说 因为 就像他们昨天动手了 我们有立场 因为我不希望我们站在一个 欺负人的角度 我们是在荧光幕上面的人 我不希望利用荧光幕的 能力力量 来去让大家觉得我 我在欺负社会大众 那今天 我昨天忍无可忍 他们动手 而且 很明确地把方向指向我 但是我很幸运地 没有受到伤害 我很气愤的是 我很对不起我的同事 我也很担心未来 我的同事跟我的家人 会有什么样的遭遇 我也要再次地 为他们争取 我希望 我们可以 把凶手抓出来 我希望 这个 用钱 指使人 做事的人 要得到最大的惩罚 收钱做事的人 我要让他们知道 他们 他们会后悔 就这样 跟我们讲一下 因为就像你讲到 他已经对你的人身安全 造成了威胁 你刚才有提到说 有特定的对象 可不可以稍微帮我们形容 所谓的对象 这个对象我现在 绝对不会告诉你们 因为我既然做了这件事情 我希望警方来调查 我们只能协助警方跟媒体 来做 后续的 这个 动作 呃 我不能 我觉得答案还没有出来以前 我不能这样子 呃 说是谁 所以你有没有怀疑过说 是之前曾经对你有一些 我不 我不想 我甚至不想怀疑 当然我可以合理的怀疑 但是我不能 给大家一个这样子的答案 我希望 这个事情 由 由各位英雄 各位 各位 我们的 我们 我们的英雄 我们的依靠 来解决这些事情 老乡你要不要告诉大家 你之后的行程会受影响吗 那你以后的自身的安全如何来做到保护 我的工作绝不受影响 因为我做事 干干净净 我不知道 我不会形容我的心情 我不会受影响 因为我没有在怕 我不怕他们 所以那你之后的事 那你之后的安全能够需要什么 我觉得我的部分我不担心 我比较担心的是 我看到我的同事 昨天因为这样子 被这个车拖了 好几 好远的距离 然后受伤 一拐一拐 我是很难过 会不会最近提告了吗 我们在进行 我们在进行 对 当然我觉得基本的保全会是一定会有的 对 因为你似乎显然有一个怀疑的对象或是目标 那他也冲着你而来 你自己也都这样认为 那有什么话 想要直接透过镜头对他呼吁 不需要 我只需要 大家 不管怎样 应该是说 我 我要给 我要给我身边的人受到伤害的人 一个答案 跟这个社会 从正常途径的吗 会不会是跟之前那个美国表演取消的 因为你从那个法院那边后来被判评 会不会是因为这件事情 我觉得任何可能 我都不要去设想哪一个 我觉得这样都是错误的行为 当然我们在办案的时候 我可以推理 我们可以推测 我曾经发生过哪些事情 我们去这样推测 我们不要去决定是哪一个人 现在都还不知道 现在都还不知道 那为什么今天做这件事情 就是希望 有一个答案 答案出来了 我想 我想 就是这样子 那是不是有考虑到24小时请保镖 有没有要加强身边的一些伟案的措施 还有家人 会的 会的 你刚才有提到说 就是花钱做这件事情跟拿钱做这件事情的 是不是因为你们有一些线索去掌握到 所以让你有这样的说辞 我们有非常多的证据跟线索 真的很多 但是为什么不说 现在不能说 我们必须要跟警方配合